用户打开一个内容页面 如果它没有登录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用的工具栏上面去显示一个提示 让用户打开登录的页面去登录一下 先设计一下这块试图 打开内容页面的试图文件 在这个toolbar里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toolbaroverlay 里面我们可以再给它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toolbaroverlaytext 输入一个评论 请先登录 同一级别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按钮 先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toolbaroverlaybutton 里面包装一个button组件 按钮的类型是primary size 10寸可以设置成mini 给它绑定一个tap的试价 用页面的ontaploginbutton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点按试价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登录 然后打开小程序的主要是文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toolbaroverlay的样式 width宽度是100% background设置一下背景用RGBA来表示 颜色是白色 不透明度设置成0.85 dayindex可以设置成999 fontsize字号是14个像素 文字的color用RGBA来表示颜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设置成0.6 position 位置设置成absolute绝对定位 bottom是0 top也是0 margin设置成auto display设置成flex让它变成一个flapbox oranitems项目的对齐用一下center 下面再设置一下toolbaroverlay text 文字的对齐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right 让它又对齐 flexgrow设置成2 margin上下是0 左右是8个像素 最后再设置一下toolbaroverlay bottom的样式 margin上下是0 左右是8个像素 再把它的lineheight设置成1